这位奶奶曾经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她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奶奶突然走进了一家服装店 不练地走到了一个角落 静止坐了下来 比划着要喝水 就是很有商店里累都是 他就是有时候问你要水喝是吧 来你家店里 然后你就给他水喝 他以前下乡 之前也上完下乡 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 北大 这个奶奶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他今年多大年纪了您知道吗 76 人也都回去了 后期生病窝囊坏了 经常是在这个街上要饭吃吗 起零上啥子要住不住 没有孩子 他就他弟弟就是来还这份情 他弟弟每年来一次把给给这些商家钱是吧 我刚才啊 出了您的经历 我觉得您很很优秀很了不起啊 这话香蕉 你拿着自己吃啊 我不用吃啊 我都有啊 你得那年纪了 你老家是哪里呀 这回不害怕我了吧 我长得不像坏人吧 我毕业了 我已经毕业好几年了 您是在北京上的车是吧 对 你是当时下乡过来的吗 对 那你现在是跟谁在这边生活呀 自己在这边生活啊 没有人照顾你啊 叫小宁 我不生你气啊 奶奶哭着问我 外面的世界美不美 我告诉奶奶 还没 我们一起来去看看 奶奶笑了 奶奶加油 我也还没